在去年国庆当中 长津湖这部聚焦抗美元潮的电影作品 取得了57亿元的票房成绩 成功的取代了《战狼2》 登上了国产电影票房的榜首位置 这部电影的到来 在去年的时候也算是彻底的引燃了国产电影 不过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长津湖的故事并没有完结 在当初电影下线后 就有消息爆出了长津湖第二部电影的存在 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具体的消息 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 长津湖的第二部《水门桥》也开始浮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并且在前几天中突然就官宣在了春节当中 成为了春节当期间一部带定黑马的作品 这一次是《水门桥》的官宣 还是让许多影迷非常期待 相比较之下 春节当和国庆当都是国内的大节日 那么这一次吴京和易阳迁徙两人再度联手 能否称霸春节当 再度取下57亿元的票房成绩呢 下面就和乐峰一同看一下关于这部《水门桥》的消息吧 1.《水门桥》作为长津湖电影的续集 《水门桥》在官宣的时候 收到的关注度就非常的高 在第一部中 七连的战士们才刚刚和敌军展开战斗 在最终的结尾部分 也有没赶到《水门桥》中 也就是说在第一部的作品里面 故事并没有讲述完毕 只有着对于新星里和夏节鱼里两段的战争 在这两段战争结束之后 七连也就开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及更为猛烈的火力 在这一次的《水门桥》中 也就上演出了当时抗美援朝中 我们的志愿军和美军的陆战役时 在《水门桥》的激烈战争 水门桥是当初陆战役时所撤退的必要路径 在这个桥上 志愿军们曾三次炸毁了他 但却都被陆战役时中的工兵给修备完成 这一次的战役 应该算是抗美援朝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之一 为了阻止敌人的撤退 我们的志愿军也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 虽然水门桥非常的窄 看起来爆炸难度并不是很大 但桥下的两侧都是万丈深渊 一旦水门桥被炸毁 那么敌军也就宣告的灭顶批栽 所以当时志愿军们的命名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定要炸毁水门桥 为了执行这个任务 志愿军们便一批一批的前去炸桥 虽然最终还是因为工业的水准 让敌军剑桥逃跑掉了 但也给敌军造成了惨痛的伤害 所以在这一次的《水门桥》中 将会着重地展现出《三炸水门桥》这个点 无疑是非常让影迷人期待 并且在这部电影中 除了在第一部中已经牺牲掉的胡军外 其余的演员全部都集齐 这一次的战斗 同样会在国产电影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二 在《水门桥》中的演员因为是系列的电影作品 所以其中的演员也不会进行太多的感动 当初徐克他们这些导演 在拍完第一部后就紧接着开拍了第二部作品 自然也是没有空闲时间去选择更换演员 在第一部中所有的演员只有一位已经下线 那就是胡军所饰演的雷公 因为他的下线也成为了在第一部中 最为被大家感动的角色之一 在这《水门桥》里面 胡军所饰演的五千里将会再度搭档 易阳千玺所饰演的五万里 单单是这两位演员 就已经凑齐了《水门桥》的票房密码 因为这两位演员都是非常出色的人 胡军之前的《战狼》系列 就让他成为了国内最传票房的导演和演员 易阳千玺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 同样是一直给大家不断地带来优秀的电影作品 在第一部中 五万里从一个刚入五的新兵 逐渐地在战场上面成长 这一次五万里同样会有着前所未有的成长 因为战争的残酷 将这位毛孩子锤炼成了一个男人 勒丰相信通过《水门桥》 易阳千玺也会跟随自己的角色一同成长下去 这位优秀的年轻演员 未来必然是非常的可期待的 而段一红张涵宇 朱亚文和李晨这些主演 依旧存在在这部电影中 他们也都各自担当自己的职责 段一红依旧作为三营营长 是五千里手下最敢于冲通的兵 梅生作为七连中的指导员 文武兼备 智勇双全就是他的特点 在战争中 他总能够相处一些出奇之胜的办法 而易从容作为七连中的火力排长 平常的时候非常的阳光乐观 一直都在笑口常开 在真正面临敌人的时候 他就是全年的后盾 有着他率领的火力支撑 才能够让整个七连在艰苦的战争中 不断的奋勇杀敌 同样除了这些主演外 其他的演员也都在其中 比如韩东军 他依旧是七连中的神枪手 人狠话不多 这些演员也就是如今已经在 水门桥正式曝光的阵容 而在第一部中 所饰演毛主席儿子毛暗英的黄轩 饰演特级战斗英雄杨思安的乌豪 可能就不会出现在第二部了 因为他们也是在之前战役中所牺牲的人 通过这些角色 足以让大家感受到 当初抗美援桥战争的惨烈状况 没有人愿意牺牲 但是为了守卫祖国的边境 志愿军们便选择了悍然赴死 因为他们的心中都有同一个理念 那就是祖国是永远不容侵犯的 三 水门桥能不能再度达到 长津湖的票房 其实对于这一个问题 在目前看来应该是能够达到的 因为水门桥在目前春节当的电影中 已经带定是黑马作品了 主要还是因为今年春节当 能够和这部电影抗衡的作品 依旧不是很多 易阳迁徙的另外一部电影 奇迹奔小孩 应该算是唯一能够和水门桥 对抗的电影了吧 虽然今年沈腾和玛丽两人 也都为大家带来了不错的电影 但这两位依旧是分开 各自拿着一部电影到来 如果是两人合体的作品化 可能竞争力度会更高 所以无论是玛丽的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还是沈腾的超能一家人 都无法和水门桥所抗衡吧 剩余不断被大家关注的 也都是国产动画电影作品了 当然还有一部 就是张艺谋和张莫指导的狙击手 他同样是定档在了春节期间 虽然从导演和题材上 也都是比较让人期待 同样是关于抗美援潮的电影 但演员的选取上 这一次张艺谋和他女儿 选择了一些新人演员 所以在演员阵容上 狙击手同样是比不过长津湖 所以跳房黑马 确实是没有任何的疑虑了 而春节档期间 各位女迷们也都开始了放假的生活 和国庆档一样 这一次大家都能够抽出时间来陪伴家人 并且前往影院当中去观看电影作品 水门桥这部电影能够成为大家预选的原因 跟第一部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与票房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第二部是第一部的承接 喜欢长津湖的影迷 大多数也会选择观看水门桥吧 并且这部电影很有可能也会在上映一个月后 选择继续延期 在票房上面 确实是说不好它能否达到57亿元 但可以肯定的是水门桥会取得今年票房的榜首 所以说大家还是拭目以待就好 毕竟电影还没到来的时候 一切的猜测都是不实际的 只有真正开始后才能够确定下来不是吗 四 结尾其实对于影迷们来讲 春节档哪一部电影会成为黑马 并不是很关心的事情 无论是水门桥还是奇迹 在大家的眼中都只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们只是大家消遣的工具 观众们更为认可哪一部电影 就可以说明这部电影非常的出色了 无论票房是否能够大卖 电影中的故事才是大家所注意的事情 能够将故事讲述完美的话 这部电影就已经成功了 所以在春节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选择自己想看的电影才好 切记盲目的敦风 预进电影作品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中感受 都是不相同的 即便是爆火的电影作品 同样是会有观众不喜欢看 大家还是更为尊重一下自己的内心 只有这样才能够好好地享受一下 这个难道的假期吧 好了 今天关于长津湖之水门桥这部电影的一些介绍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的话 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 最后不要忘记关注乐风电影哦